对于感情统合训练 其实我们在国内已经很早的应用了 其实在香港台湾来讲 发展也是非常成熟 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感情统合治疗和训练来讲 已经纳入到我们整体的 干预的方法当中 那么其实感情统合是和哪些孩子 很多家长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你们会发现 很多早就的机构里面 也有感觉统合的训练 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孩子 也有感觉统合的训练 还有对一些成人 我们都说到了感觉训练的重要性 那么适合哪些孩子呢 适合我们普通的孩子 适合我们特殊的孩子 那这类的普通的孩子呢 其实我们是觉得感觉统合的游戏 可以让他的感觉系统 更加的成熟 包括他的前庭平衡觉 包括他的触觉 包括他的本体觉等等 各个系统都达到一个完善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在处理感觉系统 失调的问题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容易了 就是自我调整能力是会非常强的 那么另外呢 一类就是特殊的孩子 特殊的孩子就是我们叫 SPD感觉统合失调的孩子 那么刚才我也分析了 前庭本体触觉 有失调 有障碍的问题的孩子 那么这一类是需要我们感觉统合的介入 这个叫训练和治疗了 那么针对每个孩子 我们要进行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